我懷疑了很久的問題 其實永春烈業文大師 我們在電影看見他 一個打很多個日本空手道家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我想問有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電影說的話 真實性有多高? 在這裡透露一下 其實真真正正業文的故事 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說 我覺得是作出來的 是… 是偏讚的 甚至很簡單 業文何時打擂台 何時被鬼佬打到黑口面黑色 最後贏過鬼 沒有這回事 甚至一個打十個日本人 你知道日本人在當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不讓他鞠躬 他也刮你一巴掌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這些就是電影故事 真真正正業文宗先生 我所知他只是打過一次擂台 但他又不是跟鬼佬打 又不是被人打在口面 而是那次有儀式 所謂那次的擂台是在佛山 從即某個歧山 可能有很多還未遭新 還未在過身 還未鮮柔的老前輩 應該還記得 有一次他和一群人籌款 夜門宗先生 你想表演甚麼? 他的管閉幕 找一個老友 他是一個愛你 的老友 和他閉幕跟你玩 搭著手 和他揹起 假裝打擂台 其實也不是真的打雷 而是… 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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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閉目黏手 閉目… 那位老闆又被他打了 打了就像演戲一樣做 即是不是說甚麼 而是大家演戲一樣做 變成那次是唯一一次 還有他自己說 玩過一次小年頭的公開 就是那次